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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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浊浊风流播出以来 始终被人气炸裂的杨紫长相思 诚意莲花楼押注打 最好成绩仅拿下戏剧热度谎第三名 冯绍峰干脆与景田七夕同台撒糖味戏宣传 直接对打赵丽颖与林更新的甜蜜预告 战况非常激烈 二 一部剧作稳收视女王 赵丽颖凭什么 当年赵丽颖不惜伴丑才从于政手中拿下陆真传奇 转身却为一部剧推掉现有片约 就连拒绝的理由也出奇的简单 赵丽颖的演技 是靠吃百家饭才得以积累起来的 赵丽颖出生于河北狼房的一个偏僻小镇 从职校毕业后 她放弃从事专业对口的空城 回到家乡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在她19岁时 互联网开始在他们小镇普及 她下了班就会去邻居家蹭电脑上网 无意终点开的一条广告 打开了她的演艺之路 彼时冯小刚 陈凯歌 张继中三大导演 借网络兴起知识招选女演员 赵丽颖心想 这有能见明星 又能出远门去大城市开眼界 两全其美的事为啥不干 于是兴致冲冲地报了名 幸运的事 只是唱了几首张韶涵的歌 就凭全网最高票拿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还出演了雅虎千万级投资的广告片贵族 后来还签约华裔 不幸的是 之前那些就是七年内的巅峰 世系频频遭剧 理由千篇一律 你的圆脸不大气 演不了女主 但赵丽颖偏偏不信邪 开始了漫长的横电龙套之路 进了剧组 见到主角 赵丽颖才真正见识到龙套和主角的演技差距 所以一有机会她都会厚着脸皮 向主角们请教演技 六年龙套后 赵丽颖终于接到了一个 有些分量的角色星还珠的琴儿 而她却被导演当着剧组几十号人的面 骂不会演戏家演的像珠 导演越苛刻 赵丽颖越不服输 为了贴近琴儿的轻声细语 她每天用手机录音 一遍又一遍地听 甚至还改掉了自己的河北口音 和说话大声的习惯 这一次 凭借琴儿 赵丽颖终于入了于正的眼 为了考验赵丽颖 于正不仅让赵丽颖在公所沉香里 引了招人恨的反派 好不容易拿到错点鸳鸯 引了首个女主 还得在剧里半丑 赵丽颖非但没有退缩 还把角色诠释的活灵活现 让她终于在于正这里转正 之后 于正为赵丽颖量身打造了陆真传奇 她终于感受到了红的感觉 也终于迎来了自己圆脸女主的时代 片约不断 一年有360天都在剧组 最忙的时候 竟有三部戏同时开机 2014年珊珊来了中 不需要动脑的傻白田珊珊 才得以让赵丽颖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却没想到 傻白田竟帮她拿到了精英女神 那个当初只是杨秘律叶的赵丽颖 终于成了能够笔尖的大咖 这时 制片人唐力军带着花千古找到了赵丽颖 可令制片没想到的是 赵丽颖竟然是花千古的资深援助粉 她想都没想就推掉了马上开拍的现代戏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花千古 她还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编剧 一起创作剧本 花千古没有辜负赵丽颖的喜爱 一经播出就拿下全国各项收视第一 还成为了全国第一部播放量破200亿的电视剧 小谷更让赵丽颖成了当之无愧的收视女王 十几年前的农村网瘾少女 到如今家喻户晓的一线大咖 其中心酸 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 在横店 每年有20万人和曾经的她一样 拿着微薄的时心 穿梭于各个龙套之间 但又有多少人能像赵丽颖一样 熬下来 从一部又一部戏中磨练出更好的自己 成名前 她低声下气讨教 然后王手挺胸演好每个小角色 成名后 她拿下精英奖 成为古偶剧难以超越的标杆 那无数日夜的心酸 终于写出了耀眼的赞歌 海阔天空 在勇敢以后 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 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 让我拥有好故事可以说 我拥有好相当地